好 接着呢 记得啊 同学刚遇到的问题跟你 如果你遇到了 你就知道 你就注意一下 我下一首讲的 记得哈 当你如果游标在里面 还一闪一闪的 它上面是不会让你设定 靠左靠右的 有没有看到 都不给按 因为它认为你还在打字嘛 所以用不到这种位置的设定 所以等到你把字打完了 按了Enter了 它看到你按Enter 代表打字完结束了 你回过头来点到这一格 它才会让你怎么样 对 它才会让你靠左靠右至中啊 有没有 这样了解的吗 好 那各位还记不记得 如果我现在把它靠左了 这个费用栏 那怎么滑到右边啊 对 很好 是用空白键知道吗 好 所以你先把它靠左以后呢 滑鼠呢 在这个 费用栏 这个费用里面点两下 有没有看到游标一闪一闪的 那当然我们的游标停在费的前面 对不对 所以呢 如果你不好停 你就现在 用了前面点两下 刚刚这个游标呢 现在用了前面 没关系 然后呢 我们呢 按一下往左的方向键 它是都跑到前面去了 你们的键盘不是有一个往左往右吗 好 往左 让它停在最前面之后 用我们的 偉大的 空白键 一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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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 啊你呢 不用太多格啦 两次改由就好了 好到中就好 到这边 我们字的部分就结束 待会儿我们准备要换那条什么 对 换那条斜线 好 注意 游标有没有再一闪一闪的 有 还有再一闪一闪的 这样子的话呢 要记得 要按什么 结束 Enter 要Enter 结束之后呢 我们才可以再换那条斜线 这样懂 来 请各位呢 开始动作 把字把它分开 一个在右上角 一个在左下角 好 有时候 你把它吃光了 好 来 但是它有保存期限 哦 对啊 怪怪的保存期限啊 过期了 那个 电脑就开始作怪了 你要注意保存期限 好 来 点一下 这一格 我们开始换那条斜线 哦 滑鼠在里面 右键点一下哈 设定储存的格式 对不对 好 来 注意听 同学 有同学遇到一个问题 啊 是我点进来没有那么多呢 你这边好多标签呢 为什么我进来只有一个呢 哦 来 我跟你讲 那是因为这个问题 同学 有没有看到邮标在里面一闪一闪的 有啊 如果你的邮标是在里面一闪一闪的 假设这样子 你又去点右键 跑到储存格格式 他会让你选对不对 可以进去哦 嗯 你会发现里面只有谁 自喜 对 这样懂意思了吧 好 问题的真结在哪里 为什么只有自喜 真结在哪里 因为有邮标在想 因为 当你的邮标还在里面一闪一闪的 他以为你正在打字 嗯 他如果觉得你正在打字 他就只会让你设定自喜 这样听懂了吗 嗯 其他都没有了 哦 所以呢 如果你看邮标还在一闪一闪的 你最先按个Enter 先让他结束 你回过头来点到他的时候呢 再一次的右键点下去 选设定储存格格式进来了 有没有 一堆标签才会跑出来 这样会的哈 好 所以以后都遇到这问题 记得 哦 来 接下来 那个鞋键还记得怎么画 嗯 细的实现点一下 是出来细 细 细哈 细的点一下 红色的线对不对 点下去 选红色 好来 告诉我按哪个钮 嗯 很好 右下角 那个斜线钮 点一下 这样才对 嗯 这样会的哈 好 确定 哦 你看这样就完成 这一题我们就完成了 来 交给各位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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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